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这一切呢 大家想一想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呢 那个林镇和这个也做了一个对比 你发现这种历史的变化是如此之惊的 那个林镇是多么的有革命的一种理想 有革命的朝气 尽管说他在那个时候也遭遇了一种挫败 最后和那个 和那个 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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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慧文 因为我原来有一个同事叫做慧文 所以我老把他们两个人搞在一起 因为读这个小说 老想着那个 因为那个叫做慧文是我插队后来在文工团 一个跳舞蹈的一个女孩子 很美丽的女孩子 所以总觉得它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化身 所以我看那个王莽呢 为什么会让我想起 有时候阅读文学作品 你会把你个人的经验投射进去 会对文学作品产生非常大的一种改变 所以有时候那种经验很难去普遍化 所以我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吃饭 主义的年轻的 是吧 那个文慧的给他做了饭食 慧文 慧文 慧文给他做了饭食 那还听收音机 是吧 这完全是一个在那个年代 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是吧 而且你看看这个慧文 这个她的苍白的脸 是吧 然后这个那种状态 完全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 是吧 身上散发着一种资产阶级的腿肺的一种气息 是吧 那么对青年 比他小的青年 像我不知道王猛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喜欢比他岁数大的女性 这个我不能够 因为老前辈我不敢随便去推测 但是这个小说里面 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小说中当然是有某种暧昧性 是吧 有种暧昧性 那么你可以看到林郑 虽然说最后他也有那么一种挫败感 以及有那么一点腿迷的情绪 研究这篇小说很少写到这个青年的形象 那么《春之深》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 是吧 这个小说预言性非常强 一个火车 一个火车 那么非常侧重心理描写 当时呢 争议很大 那么随意跳跃的写法 受到很多人的怀疑 觉得这篇小的传统县主小说相去甚远 就受意识流的影响 所以当时对现代派的 借鉴意识流做一个纯粹的手法 他还是受到很广泛的这种追踪 那么王猛是当时运用意识流小说 运用的最成功的作家 他是写一个出国考察 刚为国的知识分子陈火车 回老家探亲的故事 整篇小说都在描写 他在火车上的心理活动 那么这里呢 也是去揭示理想与现实的 距离具有讽刺性 作者写道 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 都在出现转机 都是有趣的 有希望的 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 这就是王猛 既揭入现实的困境 又不是时机地改出希望 他成部分是现实 但他在对黑暗现实的描写中 他总是要透出 无限的光明 所以王猛在那个年代 很多人都认为 王猛因为他太聪明 是吧 然后甚至说他很圆滑 因此他批判了之后 总是要给出一个光明 那么我后来觉得 可能要重新去解读王猛 要从他的受控情节 我觉得王猛可能是真正是一个 这样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所以你想一想 这么一个人 14岁加入共产党 那么17岁就当了团委副书记的人 那么你想他对这么一种共产主义的文化 他是有他非常真知的一种迷恋的 同时有他的 像王猛这么一个 有知识 同时这么敏锐的人 我觉得对共产主义文化 是有他的理解 有他的理想 只是他当然无法从理论上进行阐述 是吧 我觉得他觉得有一种 积极的健康的 奋斗 奉献的 始终对未来怀疑信念的 那样一种 共产文化的一种存在 所以我觉得 在过去80年90年 一说共产文化是一个贬义词 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看 不应该这么看 那么 在王猛的一种情节当中 我是认为 只有这么去解释 他一直到晚年70多岁之后 还要去回忆他 写他过去的 青年时代的那种生活 那种记忆 是吧 像季节之旅 那么这些东西 是吧 恋爱的季节 革命的季节 像这些季节 我就说写季节之旅 这些作品 他对那个年代 就要重新书写一番 他始终洋溢着那种激情 好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是我们所要关注 当然我也说 王猛其实他也一直在写一种知识分子的创伤 是吧 他自己就是 有 是对这种历史 这种 受过历史创伤的这样一种 个 是吧 那么 当然这种创伤怎么去理解 有时候 人的创伤的深重 可能 历史的创伤和外部的创伤 我不知道对一个人的压迫有多大 那么在王猛这个七十周年的一个研讨会上 在青岛举行 那次我也去了 我也去了 当时这个张弦亮就在台上发言 王猛在台下 因为台上那一天 除了学术的发言之后 是一批作家 十个作家 来谈他们眼中的王猛 那么张弦亮坐在讲台的最右侧 那么铁灵的坐在讲台的最左侧 那么王安逸呢 我这个是一个描述 没有任何你们 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王猛的坐 那个王安逸呢 坐在那个中间 上面坐了八个还是十个 张弦亮当时说 他说王猛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多好的小说 能够做得那么成功 他说不是因为王猛厉害 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妻子 他遇到一个好夫人 但是王猛的妻子坐在他的 这个坐在他身边 是那个 坐在他身边 他说不像有些人 不像有些人 一生呢 没有找到好的妻子 他只好到处乱找啊 东找找西找找 耽误了 耽误了 张弦亮这是给自己 那张弦亮说这些话的时候 那么主席台上有了呢 也在非常微微的笑 微微的笑 那么但是呢 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呢 我知道 张弦亮在说什么 他想说什么 你们还没有听明白吗 没听明白 那就好好想一想 那么 那所以我要说的 什么叫做知识分子的 创伤性的记忆 当然大家会说 所以这个张弦亮 试图 你那种方式去出现 试图去写 张忍林的那种身体的创伤 然后最后发现 这种身体的创伤 才是致命的 挟刻在你的身体上 可能张弦亮 确实那一下 我听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会理解 王猛虽然说 颠沛就是 跟他一样也是有派 他也是有派 但是呢 王猛有一个好奇事 有一个家 有爱情 所以他能够健康 能够正常的 这样一个生活 为何张弦亮 张弦亮承认自己不正常 他承认自己 搞得乱七八糟 他承认 那么 当然这个 张弦亮 也经常说 自己是最成功的 说中国作家 他成就最大 他说他是一个天才 去年 去年他也发表了一通 这个演员 他说我就是天才 他说他是天才 那么你可以看看 王猛写的《海德梦》 《海德梦》呢 他写一个52岁的 叫做《庙可言》 有人说《庙不可言》 《庙还可言》 大家看一下 这个名字 他都是钟义成 尼武成 他的人物的名字 都是非常奇怪的 张思远 他的名字 都有点语异 这个庙可言 这个庙 也可以这个 也可以把它解释成 庙物的庙 庙 就是庙的 庙到可以言的 庙不可言 庙是不可言的 但是也可以 庙物是不可言的 但是庙物呢 也是可言的 王猛师徒 说庙物是可言的 所以这个52岁的人 他是翻译家 然后因为写了 搞了一篇小说 结果被打成右派 那么52岁了 还没有找到对象 没有见过海 那么小说里面写到 我也很奇怪 就是我曾经给大家说过的 那个 小陈春秋 用了这一首 从前在我少年时 朝思暮想去寒海 这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首歌 所以他也读这首歌 很奇怪 王猛也喜欢这一首 看来 庙家会把他最喜欢的诗呢 歌呢 放到他的作品里面去 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首 但海风使我忧 波浪使我愁 其实我那时候喜欢这首 我也从来没见过海 从来没见过海 我在福建明北 那里没有海 那里只有山 那么林品家里有海 大家从来没见到海 那么 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呢 妙可爷呢 他最大的困扰 是他一直没有对象 他在给疗养所疗养的时候 他想着自己荒废了自己的青春 荒废了自己青春 最痛心的 最大的创伤是什么 不是说没有多翻出几部作品 是吧 没有写出什么论文 没有平常支撑 而是没有对象 52岁的没有对象 是吧 但是我想一想 确实52岁的都没有对象 他说还没有任何关于女性的经验 那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楚 所以大家看一看 就是说 这样一个创伤 在什么一个意识上 他会构成一个个人的致命的创伤 构成个人致命的创伤 在这个网络这个小说里面 尽管说 他其实并没有有意的人 可以的强调这一点 他是不经意的 不经意的 这里面写到 当乐心的同事 一个又一个的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 他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这个故事 那是一个魔鬼 赤人的故事 从那个瓶子里放出来 自然他没有想赤人 没有准备以仇报德 他只是联想到了 自己误了点 过了战 无法重做少年 他联想到 不论什么样的好久 如果发酵过度 也会变成酸醋 聚望一眼 青春爱情和海的梦 那么这个 他关于海的梦呢 其实他这里又一次的 把青春和爱情联系在一起 大家看一看 这个爱情是如此的 轻易的就被克服过去了 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 一代又一代的流动着 翻腾着 永远不会老 永远不会淡末 更永远不会中断 他们永远和海和风 和月和天空在一起 他唱起了一支歌 他怀着隐蔽的急行 回到了休养所 入睡之前 他一下子想起了好几首诗 普希金的 莱文托夫的 拜文的 雪来的 惠德曼的 还有他自己的 他睡了 嘴角上 带着微笑 所以看看 妙可爷这么一个 翻腾 52岁被打成右派 然后没找到对象了 但是 他能够这么快地 从那样一个绝望当中摆脱出来 是吧 然后能够战胜 青春的荒凉 在梦里上来说 王猛的小说中 大家会发现 有一个显著特点 非常缺乏爱情 是吧 他很少描写爱情 很少描写女性 在当时那个大会上 就是很多的作家 大家都有人提出 过这一点 当时王安逸 他讲到了一点 他说都认为 王猛先生 是中国作家中 唯一一个 没有绯闻的作家 那么但是呢 他说他想提供 一个细节 哇 大家一听 这个耳朵就竖起来 万一说 他说有一回 他跟这个 王猛 到新疆 还是 反正很偏远的地方 当时车上 还有铁铃啊 或者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人 总而言之 还有几个人嘛 那个车里面 坐了有一个吉普车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不久 那个吉普车 这个非常非常这个 就非常落后的 坐了有五六个人 一路上颠簸颠簸 大家都在打瞌睡 睡得昏昏欲睡 昏欲睡的 然后呢 王猛突然间 冒出一句话 就说 安逸 你说这个 是刘晓庆漂亮的 还是潘红漂亮的 这下 王毅就突然间 大吃一惊 这个 大家都 那个一路上 被这个汽车颠簸的 这个非常难受 是吧 这个王猛应该是 一方面他或者考虑一些 文学的重大的问题 是吧 这个 怎么继续这样一个 接批次的方 怎么会突然间 问刘晓庆和潘红 是吧 他觉得这个 是不是也表明了 王猛先生并不是 不关心中国的 妇女 是吧 他是关心中国妇女的 健康美丽 和她们的幸福 是吧 所以 他是以这样一个 来证实 但是这个 这个王猛坐在下面 因为这是当面嘛 他肯定不是虚构的 这个虚构的 就太 太那个 太严重了 是吧 但是确实 王猛的小说里面 我年轻的时候 还写了这个 赵慧文 是吧 和这个林郑 他们一起 那么喝点小酒 那么听点收音机 后来的作品里面 就都没有了 而且这个妙可言 这么青春的荒凉 结果很快的 就克服了 然后爱情青春 自由的波涛 一起翻涌 所以 可能也是 张仙亮说的 就是王猛 他本身的 确实他有一个 非常好的夫人 是吧 这个 可能非常幸福 有时候 小说家对爱情的描写 觉得爱情非常匮乏 非常变态的 那么那才会写得出 他对爱情的那种 极度的那种渴望 是吧 所以 文学在某里程 它是 它是属于 长疾 残缺 属于病痛 是吧 它属于病痛 有时候 王猛的小说 我觉得 它确实是很有力量 有它的 青春的激情 有时候 我会觉得它太正常 我觉得它太正常 当然 我们 也应该承认 就是说 我们也需要正常 是吧 那么多不正常的东西 我们也需要一两个正常 东西正常 那肯定不行 但是呢 作为一个作家来说 有时候 有时候 残疾的力量 更让人家 更能够 击中你的 你的心理 是吧 残疾的力量 更能击中你的心理 病态 那么 所以有时候 那么有人批评 甲冰娃 说甲冰娃 就是一个病态 是吧 喜欢龌龊的东西 等等 但是 这一点我们 后面谈讲 另外我们再谈 但是我觉得 可能文学 不能用 文学中的正常 和病态 唯美和这种腿肺 以及这些东西 它是 在另一个层面上 去定义的 当然在小说的叙述上 这也是 海德梦 也是被认为 是一石流的小说 它没有更多的写 妙海岩的那样一种经历 还是通过它的回忆 通过它的一种遐想 来表现 那么 这一点呢 被认为是 当时是一石流 一石流的一种小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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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